大家好,欢迎收看星周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五 印度咖啡您最佳的选择 首先来看封面和头条新闻 联邦上诉庭三司昨天一致裁决 华晓和淡晓使用华文和淡米尔文 作为教学媒介语是符合联邦宪法 并受到宪法的保障 他们是在驳回四个组织挑战华晓和淡晓 违宪诉讼案的上诉时做出这项裁决 以拿督苏邦联为首的上诉庭三司 先后在今年7月5日、8月24日和10月10日 聆听上诉方和答辩方的陈词之后 做出裁决 另两司为拿督古纳郎和拿督阿兹祖 阿兹祖宣读叛词说 华晓和淡晓不是公共权力机构 因此使用华文和淡米尔文 作为教学媒介语符合宪法 使用相关语文作为媒介语不等于是官方用途 上诉方其中一名代表律师韩涅夫声明 他们会针对上诉庭的判决 在30天内申请上诉到联邦法院 大马董教总促请上诉方尊重上诉庭的裁决 停止上诉 来看沙巴新闻 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费局昨天销毁 价值375,210令吉的充公宴品 沙巴内贸局副总监兼执法主任朱法米指出 销毁的宴品包括知名品牌球鞋 球衣 拖鞋 手表 香水 细发水 笔式驱动器 女装手提袋 极光盘等 当中 以仿冒球衣最多 价值23万3000令吉 这批验品涉及11宗抵触商标法令 以及商业事务法令的案件 是当局自2019年至2023年期间 在亚币地区取缔20多间商店后 充公所得 朱法米指出 该局今年以来 执行了18次验品销毁行动 总价值超过100万令吉 当中有将近40万令吉 纳入国库收益 他说 该局今年也加强打击盗版活动 换个焦点 沙巴首长拿督斯里哈芝芝指出 大马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沙巴人民就业率逐步改善 失业率从前年的8.2% 跌至去年的7.5% 就业人口从前年的185万6500人 增加至2022年187万5800人 他说 这显示了州政府在冠病疫情之后 采取的各项增强经济发展措施 已经开始出现令人鼓舞的成果 他说 州政府通过沙巴经济发展和投资局 智力推动技能和人才强化计划 为1600名参与者和300名创业者 创造了就业机会 下一则新闻 2024年 沙巴州财政预算案将在今天下午3点 由州财政部长拿督马希迪 向沙巴州议会提成 这份年度预算案主题为 沙巴强大人民受贿 这也是哈芝芝所领导的 沙蒙政府第四次提成预算案 感谢您的收看 沙巴新周为您报道